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超不过去 假设代表恐慌和摊粉的指数已经到了76 前两天去过79 在80这地方算是一个overboard situation 因此可能短时间在4800这边要做一个休息 休息的幅度多少就待观察 那么美元的指数目前在102.24 摊粉的指数在76 美元兑人民币7块1毛 美元兑日元142.07 美元兑欧元0.91 国债方面三个月5.36 六个月5.25 一年4.80 两年4.32 五年3.91 十年3.93 然后30年是4.07 五年和十年的利率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两年跟十年之间还是有大约0.5%的一个gap 目前的说法就是CPI如果能够继续下降的话 有可能在明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时候开始降利息 不过目前的CPI大概是在3.2到4之间应该还是属于偏高的 尤其是call的CPI里面关于薪水和房租的这块是不容易下降的上去就下不来 因此要回到2%的传统的Federal Reserved Target其实是困难的 因此要降利息除非是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或者是Federal改变策略不一定要等到2%就开始降利息 这件事情到明年 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间就可以看Federal的动向如何 当然这个里面CPI的动向会决定Federal的脚步和幅度 另外看一下这个Community 西德州有像是在70.38 布兰特有76.09 红海那边的关于这个海运的这个瓶颈 造成一些船运的运费大涨 和一些supply链的这个断链 对经济又有一些干扰 那么Nature Gas目前2块5毛7 黄金2,059块 小麦606块 铜387块2毛 从Technical来看 SPI短时间可能会在4,600到4,800 比较wide range 长的空间可能是4,300到5,200 那么S&P500公司的Earning Report 目前的看法是会在目前的基础之上 220,225上升到245到250 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目前的P Ratio就不是很高 不过如果是以今年的200到225块 的话目前的4,700点已经接近21倍了 显然是overpriced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按照MF的预测 明年美国的GDP只会上升1.4% 相对于今年的2.6 明年经济是slow down的 因此在经济slow down的情况之下 还要创造更高的利润 必须缩减开支 因为revening竟然不增加 就只有靠缩减开支了 因此是不是这样会造成 失业率慢慢的上升 给Fedward收一个借口 去降低期 在大选年 这些都是属于很sensitive的issue 有待观察 投资人在目前 应该是稍微观察一下 SPY的扑败的幅度 我们看得出来4800点是一个阻力 但是看不出道理要扑败多少才算合理 那么纯粹technical来看 在4600点左右到4600点 这边应该有个短线的support 那么投资人在目前面对了市场的扑败 以及p ratio的偏高 应该还是要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 一般来看 目前高利率的时候 属于fixed income 高利息的fixed product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一方面可以 看看我们赚比较高的利息 另外一方面 当利息下降的时候 也可以赚取一些价差 目前有些三年或者五年的 这个给的利息 在5.5到6%之间 都是一些不错的deal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比前段时间 联邦的利息几乎只有2到23% for long term 然后money market是0%的return的话 目前还是算不错的 同时虽然赚了不多 但是风险也不高 反过来说 股票市场虽然是有potential向上升 但是它的风险也比较高 因此在目前 fixed income应该是在 比较保守 做法上一个不错的选择 利用高利率的时候 锁定fixed income 应该是投资两手策略中的 一个重要的选项 我是乔银翔 我的电话是739883888 谢谢